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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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啦 男人一大早就去公司了 忙完手头的活 就去甜品店 今天开始施工了 我今儿啊 也可以不去公司 给你监工去 不是 你别愣着了 赶紧洗漱 吃了早餐去医院 我为什么要去医院 你不担心无所谓啊 我干嘛担心他呀 我担心他有意义吗 他知道什么是疼吗 他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吗 一个连自己都不会照顾的人 不犯得着紧张他吗我 我 我以为你很担心他 没有 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了 我昨晚看过他挺好的 我去医院了 我换衣服去甜品店了 不想去就不去呗 我还罢不得你不去呢 没事 在那儿好好休息 你想他昨晚接人没来 试测试测 你告诉他我住院了 我肯定得告诉他呀 为你好啊 可惜人没来 现在难受了吧 比如昨晚时间失败 还难受吧 难受就是睡啊 怎么追啊 怎么追啊 得 你也回到解放前 以前那些啊 算是白教你了 回慢慢教你了 你的花不是给我的吗 好 我要为你结了 我先走了啊 夜里射手青羊来的 哪能啊 真金白衣买的 送给你 送我 你送我花干什么 鲜花送美女 需要理由吗 你这样做就没意思了啊 我是真的很想 申请到送你花啊 而且我是真的想跟你合作 陪你去报道各种金贸新闻 你对这些人又不感兴趣 你不用没想自己 我这样做难道你 还看不出来吗 我就是想多点时间 和你在一起 等你找到新闻再说吧 放开 想要劲爆新闻是吧 万总 三个化工厂的厂长 吵着非要见高董事长 拦都拦不住 先去吧 我等会儿再跟你说 高董人呢 今天早上来看了一圈 巡视了几个工厂的 闭场情况 现在应该已经走了 这样 你先带他们去别的楼层 我一会儿就过了 好的 万总 等一下 跟他们说清楚 高董是不会见他们的 要谈只能跟我谈 好的 万总 好 好 好 干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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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人掌的颜色还要再深点 当屋怎么又来 多一个人帮忙不好吗 好吗 人家是高级动物的一员 出现在这里很正常 反正我觉得最近闲的药物 干好你的工作啊 忙完之后我还要回去下班 你最近好像很闲啊 是 你的实验进行怎么样了 有新能进展和突破吗 我正在寻找一种代替免疫的办法 还需要点时间呢 我已经下令 关闭所有的加工厂了 一个都不会放过来 那还行 对 师傅 把桌子往里面来 来 放慢点 对对对 放中间 轻一点啊 有点沉 麻烦了 麻烦了 往中间放 对 横过来 对对对 然后就放这儿 你们码平一点 看 是平的吗 看一眼这块是不是平的 这块 你干吗呀 仿真口罩啊 最后一个了 谢谢啊 大家都没戴 不想搞特殊了 我们索尔那边 体质是你最差的 就连我们现在 都跟曹瀚的似的 我们都可以不带你们去的 我这么五大三粗的 你就直接说我没用 我就得了 不带 我 戴上吧 你还是戴上吧 这可是我哥 对你的一片心 小西西 刚不学长 要不要洗刷子 好 谢谢 喂 你要不要洗啊 你觉得呢 万总啊 你说这叫怎么回事啊 这厂子说停工就停工 这没有时间通知我们啊 这停到什么时候 也完全不知道 这让我跟员工怎么交代啊 我那上上下下 给我一千多张嘴 等着我吃饭呢 就为了上欧你们这个延缅板的订单 我可是动员了我们全镇的人 就连外边打工的 我都给叫回来了 你说你们这么做 这不是让他们喝西北风吗 是啊 还有我们厂 你们上欧老董事长在位的时候 我们可是多年都合作伙伴呀 你们上欧这些年的路 都是我们这些加工厂 用血铺出来的呀 可现在这 这 这不是谢幕杀驴吗这 是啊 要做到 上欧这种规模的企业 资本纪里是要付出环境代价的 这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 谁知性则无虞嘛 可是从来没见过 像上欧这种自己打自己的脸 上完上了一半要叫停的 说的是 万总 您说句话呀 实不相瞒 各位现在的近况 公司已经预料到了 我会如实把你们诉求 跟董事长汇报的 也请你们坚持一下 什 什么什么 上欧预料到了 哦 那你们的意思是 丢足保帅呗 我说了 请各位先坚持一下 你们现在闹也没有用 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公司会给你们补偿的 等补偿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我们要求是重新开工 你们一点希望不给我们 这不是逼着我们去死吗 非得闹出人命来 你们才能够清醒啊 无所谓 无所谓 你怎么来了 不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吗 大家都在这儿忙着 我也不好意思躺着了 这是无所谓给大家买的啊 大家喜欢什么吃什么啊 你没事 快进来啊 你没事 快进来 你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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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谢谢啊 南天 哎 怎么了 双铃盒小格力 哎 好啊 这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好不好的 让你拿你就拿着 吃吧 钢户学长 我帮你吧 谢谢啊 妈呢 玩呢 你能不能压力 有点活 什么啊 这无所谓 他一看到你 他紧张 我带他干活去吧 我带你 请 没事吧 你们 我闹什么事啊 别宅 诶 说什么呢 诶 你这不是给我了吗 谁让你不急着吃的 我后悔了 诶 口罩 口罩 口罩别摘啊 首先 恭喜你们有了自己的小买卖 另外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找高牧有些事情要说 我知道了 我觉得有些东西 你有必要看一下 公司现在已经乱套了 我快要撑不下去了 谢谢你 替我挡了这些 我们不能再伤筋动骨了 这些企业全都是靠着 我们上欧的单子 才存活下来的 现在这种情况 不是必然结果吗 我们迟早就到这一步了 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 你可以回公司看一下 你知不知道 每天有多少家子公司 等着我们拨款给他们 我们是一家企业 我们要靠着这些工厂生产 加工的东西赚钱 昧着良心的钱 我们不能赚 环境一旦被破坏了 是不可逆的 是 这些道理我也懂 我也一直在支持你帮你 但是我们没有被要 为了一个原材料 而停止其他项目的 架工跟生产啊 其他项目 陈副总正在带人监测 我必须得去保 万无一事才行 高牧 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一下 我从来都是站在 你高价的至高利益这一边的 在我的立场里 有我跟你的未来 也有你高价 三代家业的未来 话我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思量一下 还有 我不明白在这个时候 你为什么不在公司 待着待在这里 我也需要 聊一聊 聊一聊 你都听见了 好 这次的改革 牵着到太多人利益了 上奥现在表面上风平浪静的 但实际上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 其实我也不想看到这种局面 但 你后悔吗 我为我爸做的事情感到羞耻 而且我却不允许 是让我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 有什么后悔的 我也知道 而且呢 我也知道 我们周大博士肯定不允许 这种情况发生的 与其让你参与行了 还不如我自己动手呢 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帮上我们 帮不了 就像很多实验商的事情 我也帮不了你们一样 那你至少可以和我们说一声吧 别自己一个人闷着 给我点时间吧 你也给我一点时间吧 实验的事我会抓紧 是 他是不抓门枪不回头啊 是 我真的很想相信他走到底 但是他这个人太理想化 他这么黑白分明 我真的怕公司撑不下去 是要迟早是他的 可我拦得了一时拦不了他一时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以他的个性 还有什么比让他 撞到头破血流更好的办法吗 您是要 我这次就是要赌上全部身价 让他再试错 我就是想看看他的乱重球鞭 能鞭出什么花来 哥哥哥 没事 蓝维 咱们之前先行万苦给他补的路 能不能造成 就看这一次了 好 那这么晚了 咱定点吃着休息会儿吧 行 你想吃什么 随便你点吧 先接个电话 哎 你好 哎 是我 是我 货没到 哎呦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马上处理 好嘞 哎 哎呀 飞松站那边 出点小状况 我去处理一下 嗯 吃东西 别饿着 好 咱俩回家啊 嗯 首先眼里要有活 让他知道 他在你心里有着 很重要的位置 嗯 眼里要有活 祖宝 你吃什么 我给你定了 你会吗 第二条发挥你的长处 用你的科学头脑振发 让他重燃对你的 亲目之情 这种情况 是有两种原因存在 一 吹大的气球 它的薄厚不平均 张力也不平均 压力也不同 根据流体力学原理 流速大 强压小 所以气球表面处 受到空气的压力时 它也会随之变化 气球因此而摆动 所以它的运动轨迹 也会随之而变化 怎么了 所以呢 你说这些话的意义是什么 是能让我多吹几个气球 还是让我吹气球的时候 省点力气 可以啊 第三条 若有以上两条均不起作用 只能拿出你和祖马 曾经的必杀戟 强了 你干吗 我这儿你帮不上忙呢 你回应实验室吧 这不适合你 好 苏马 我就是想和你多待一会儿 可我不想跟你多待一会儿 至少今天不行 那明天呢 明天看心情吧 好 明天看你心情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再走了 把他找到了 老板 花儿 哦 稍等 这是您听的话来 谢谢谢谢 喂 我这儿有重磅新闻啊 过时不后 什么急忙消息啊 你要是敢骗我呢 看我怎么收拾 我敢骗你吗 不信你自己看 高展颜 我最近一直在调查高展颜 可是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我也觉得他很奇怪 我听说他已经很傻出来了 他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 干吗 陈周 陈周谁啊 周耳门还有男人的朋友 陈老头 不是 他怎么和高展颜号联系啊 想不清楚 怎么样 我这个爆点够不够爆炸 你少废话 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眼尾之前 请稍安物躁 你冷酷起来太可怕了 高展颜 你失言了 这么多年你还是第一次叫我的全名 以前你给我的恩情 我都还清了吧 我很感激你 我很感激你 我不是来酗酒和邀功的 既然你的恩情我都报答完了 那咱们今天就事论事 我问你 我说 有没有 看过这本书 你别给我转移话题 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本书里 华尔街是如何的伟大 可我觉得不是 我只看出了一句话 只有成功者才能定义伟大和卑鄙 这么说 你常认是吗 你之前 有发现这个陈州的不对劲吗 对了 我记得周伯仁跟我说过 说这个陈老 对延门材老非常熟悉 当时我还很奇怪呢 因为一个人平时也不出杂货铺 人不可貌相 结果今天就让我撞起来了 去过他杂货铺吗 你还想去看看呀 想要弄清楚 陈州还有高展阳的关系 最简单的 就是生日虎穴 走吧 走走 等会儿 你说现在啊 咱俩没打招呼不好吧 这不是现成的调户离沙拉吗 你还去不去 NCC延门把他大量投产 肯定会以环境产生不可逆的影响 你的良心呢 你的良心在哪儿啊 以前我认识的高展阳 可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世界能改变所有的事情 二十年前的你 你能够想象今天的你吗 你本来可以成为 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可你呢 却躲在一个破杂货点里 消极鄙视 我请你帮我做研究 就是想帮你 给后世留下你该留下的成就 NCC延门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的产物 我已经将他直接毁掉了 我没有时间跟你被天命认 我不会再请你憋脚的借口了 我听说了 你的儿子已经停止了你的计划 我们这两个老家伙 早就应该退出理事舞台了 高展阳 今天是我们俩最后一次见面 你好自为之 这是我来说的 我来说的 我不会做这个 你觉得我去哪儿 你会接受这个 我来说的 我来说不过 你不可以做这个 我来说你 欢迎下次光临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今天开业大集 这个巧克力就送给你了 满意赠意 好 谢谢啊 那边接到 我帮你一起吧 好 红丝柔 你稍等啊 这种产品 你可以随着 刚不许长来了吗 没有啊 他新护栏吗 奇怪 祖马 可以住在家 这种草莓芝士 今天买一送一 再送你一个抹茶吧 这个 然后请去那边接着 还有这一块 谢谢 你跟你们同事说 咱们今天开业的事情了吗 你跟他们说呀 然后他们过来捧个厂 好增加咱们的人气啊 你帮我帮 好 你想要什么 对 一个草莓 一个草莓的 然后一个这个长的是吧 好 谢谢 谢谢 我和好朋友的甜品店 今天开业哦 今天到店 不好了 龙溪镇第一化工厂的里程 长得跳楼 这上楼顶了 这上大清了 可怎么办啊 小高总呢 这蛋糕穿起来 拿你干嘛去啊 拿 放一放 这儿吧 我们公司有人要跳楼啊 跳楼 嗯 你 你们别动 你们站住 你们后退 后退 再过来一步 我就从这儿真的跳下去了 李长长 您先别激动 有什么问题 我们去会议室慢慢谈好吗 慢慢谈 我该说的 我已经早就跟你们说清楚了 是你们不给我留活路的 您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别过来 陈旧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解决 你站住 你慢慢谈 你一定姓高吧 小高总啊 你终于肯跟我见面了 半总 我是不是曾经跟你说过 非得闹出人命来 才会引起你们的重视 我没说错吧 我告诉你们 现在满了 我李某说 今天我落个家败人亡啊 这都是被您所赐 您别激动 您千万别激动 我不激动 我能不激动吗 我就为了跟他们家 我签这个单子 我 我大胜 半辈子心绝啊 我那全部身价啊 都怎么着 你说不干你就不干了 你们是不是把我 往死的路上避呀 解除合同 您是可以拿到一笔违约金的 您没必要走上这条绝路 这一笔违约金 我跟你爸爸 我们合作多年 那个违约金就形同虚设 我告诉你 我没有你想象得这么廉价 NCC技术确实存在严重的缺陷 研究出新技术 确实需要时间的理厂长 您先冷静下来跟我下去 有什么事情我慢慢谈 你 你少在这儿给我护摇 你护摇我呀 我知道 横输都是一死 但是我今天 我死 我就必须拉上你们几个垫背的 李长子 您看建设行不行 你有什么需要您尽管说 我们尽量满足您 好 那你下令 我们工厂现在就复工 我们合同照就 我三天之内 就要看到你们的定金 工厂说话 答应他 好 我不能答应你 好 行 你你记住了 你记住了 你们高姐欠我一条人命 你再听我把话说完 李厂长 你理着的想一想 上欧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企业现在正属的转型期 到时候自然会有新的岗位 提供给你们的 你别跟我玩的虚头马倒的 我不听你的虚头马倒的 你扯什么都没用 你现在就说一句 让我们的工厂开工不开工吧 李厂长 你的孙子还小吗 你 你难道不想陪着他 一点点长大吗 NCC技术现在有严重的缺陷 到时候哪怕万分之一地 危害真正发生的时候 会有多么可怕 李厂长 您现在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 您 您想想您的家人 您想想他们 李厂长 您现在先跟我下去 有什么事情 我们慢慢想办法解决 好吗 您 是 我没有 是我没用啊 是我没用 我没有 别 别 别 松学在 我没有 快 先生 快 先生 站住 快 快 我没有 没事吧 真是 什么没有啊 真是什么没有啊 我们都先回去吧 有没有受伤 有没有受伤 有没有 那不怕 我 unm hit 倒酒 给你 好 好了 放心吧 任意已经送到医院做检查了 任意已经送到医院做检查了 我让李楠恩跟着呢 没什么事啊 别太走坏自己了 我怎么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呢 这都不是你的错 李常常的肠子本来就精英不善 你不过是恰好 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发 我是不是 真的没考虑出道啊 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现在最需要面对的 是这件事情给公司带来的亏空 一旦李常常的事情传出去 公司的股价肯定会受影响 到时候身后才是真正的内外交困 什么야 喂 王阿姨 高梦 快 去医院 是高伯伯 李厂长检查结果 我已经跟高牧汇报了 但凡高牧多犹豫一秒钟 这李厂长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高牧他人呢 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我们的关心呢 他家里有事 看来他最近也真是忙不过来了 他现在在做企业转型 内忧外患 寄作大善 没有一点魄力 还真的坚持不下去 喂 你赶紧来趟杂货铺 准备出状况了 杂货铺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回事 我发现陈州和高掌阳有接触之后 第一时间就过来了 陈州不在 单单都开着 门是训言着的 你们去看看这儿吧 这是什么 先进去看看 这里已经被破坏了 所有实验器皿都被清洗过 我们来迟了一步 这里为什么会有间实验室 陈老先生在哪儿 你的问题也是 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NCC延绵复合材料 是什么 颜面纤维如果说要超过五维米以上 就会对人体的黏膜和皮肤 造成一种动物性的病理改变 另外颜面的粉尘呢 也会对人和动物有一定性的 生物学的损害作用 怪不得陈老对颜面材料 这么有研究 所以陈州是在帮商鸥做这个材料 不可能 陈老绝对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知道你们这种感情 但有句话叫做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事实就摆在眼前啊 但是陈老没有理由这样做 你明白吗 他一个人无依无靠 他又不爱钱 他何苦呢 他一直在无私地帮助着往高洞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 他确实是对我们的实验过分关注 你的意思是 他这么做也是另有所图吗 你说对了 他就是为了剽下我们的成果 也不对 NCD是工业延绵科技 和我们的不一样 你再过来看看这个 陈老总也在进行土壤试验 土壤 这不是一直我们想要攻克的吗 为什么陈老爷 你看看这个 这个我之前在东北做考察 实验过 是火山灰堆积形成的一种特殊介质 那这个 和我们的土壤有什么差别 这 对 难道我一直在找的就是这个 要 哥伯伯 哥伯伯 妈 我今天的这个样子 应该是老天对我的惩罚 年轻时候急功近利 早了许多的你 可到了这个年纪 已经无力回天了 哥伯 我的债 你能还得清吗 那 然而前一发便动了全身 无法像你想象的那样 完美收场 对吗 要想得到 就必须要有牺牲明白吗 那 亡羊不老的事情 交给你了 我会尽全力保险商务 哎呀老了老了不定用了 真想趁着天气好 到花园去走走 乖孩子 辛苦你了 你和高木的婚礼 你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你放心 我的婚纱都已经订好了 高木明天就会陪我去试的 你一定能看见 高木 回去吗 会 会 嗯 您还是喝点水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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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索外 我知道怎么突破 空洞化你土壤的瓶颈了 怎么突破 我们在成就的实验室 发现这种土壤 可以解决我们的实验难关 好 那我先出发了 我会你一起去 不了 你的病才刚好 你在这家休息吧 而且我知道有个研究所 专门在研究这种土壤 还有你 你跟陈佑就留在砸货铺吧 如果没有意外 明天再重一波 我们就会胜利了 真的吗 一定能成功的 你真的让我和陈佑 一起留守砸货铺啊 天呀 没办法 老天都在给我机会 祝你成功啊 也祝我成功 拜拜 这种人在这种事上 就这么着急 好好学习 早就早回啊 嗯 好 我有事跟你商量 你要我把空中花园变现 卖给上欧 上欧可以支付 最能体现空中花园价值的数额 同时我们也能最大程度地 按照你的构想 为空中花园保驾护航 空中花园 也能帮上欧度我眼下的难关 完成实验之后 就把空中花园给卖了 这是我们的初衷吗 我们不是要做空中花园的 全产链线吗 我们的团队里 不只有设计师 有体验师 而且打从一开始 我们就不只是实验那么简单 可是现在毕竟跟以往不同了 空中花园不是只有我们在做 我们也在跟探索科技争分夺秒 周 我们自己坚持下去未必会赢 但是商务可以保证 空中花园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当初是为了利益 高洞才不会选择空中花园 你不能要求我这么做 这样对大家不公平 周 我不是在要求你 我是在恳求你